人质家属筹款熟肉票的举动 让闹哄哄的州选举增添更多火药味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·阿布巴卡强调 警方了解家属心中的焦虑 但是希望各造能够耐心等候 警方正全力和菲律宾当局合作解救人质 同时劝告朝野政党 与其利用家属炒作 不如给以安慰和正确的资讯 才是上上之举 人质家属这一季叫人心酸 也让政坛掀起惊涛骇浪 就在朝野互相指责炒作课题 捞取政治宣传之际 卡利·阿布巴卡呼吁双方 顾及人质安危 必须立即停手 面对家属的贵求 沙州国阵主席丹斯里阿德南 给予保证会竭尽所能解救人质 至于到美里注水的马华树里总会长 拿督斯里为家祥则抨击在野党 不该为了短期政治利益 消费人质家属 同时强调政府并非忘顾人质安全 而是不要影响营救计划 感谢观看